有很多人他对他的人生方向很迷惘 那他不晓得到底自己的天赋在哪里 应该怎么去找出他的方向呢 因为来我这边的人都是在那个谷底 就是很迷惘不知道什么 那甚至是去很多那种坊间的一些算命老师 那可能都会说你就是空王 脑袋空空走向死亡的那个过程 也就是脑袋是比较不知道要哪个方向的人 那来到我这里其实我会协助他就是说 有些他可能用塔罗牌的方式 然后让他用他会引导他到底有哪些方向 是他比较想尝试有兴趣的 然后从里面去选择他比较合适的 那或者是说用东方命盘的方式 直接可以告诉他说 你其实命中里面你还蛮适合往这个方向去 对那又或者是他愿意去尝试说 了解自己的潜意识心理的状态身体的状态 是不是很符合现在想要做的哪些事情 那这个通常都会运用到NLP啦 或者是NGH的催眠的一些技术 然后来协助他更清楚他自己想要的 因为那个是透过自己身体的体感 自己去感受了一下他的未来的状态 然后他自己会愿意去付诸的行动 也会动力会多一点 哇听起来NLP好像是一个蛮高深的学问嘛 对那除了他可以解决刚刚讲的问题之外 像失业啊爱情啊或是健康 这类的问题都可以帮忙解决吗 是啊除了这三种之外 其实还有两性关系 然后或者是什么同事之间 有没有就是什么小人扯后腿 这种事情也可以 然后还有亲子之间 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担心爸爸 担心妈妈都很辛苦 他们都不太知道说 什么样方法可以教育自己的小宝贝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还蛮合适 那当然还有宠物沟通啦 这些其实也是比较额外的 但这是小宗市场啦 连宠物沟通也可以哦 是耶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 就是不养小孩改养宠物嘛 有的甚至是把宠物当自己的亲人家人在对待 所以他这个同样等同是可以的 好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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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la